我最近呢想考一模考试叫做FRM 这叫什么 Financial Risk Manager 然后他就分两个level嘛 就是那个level1和level2 他好像说就level2 反正要在四年内考下来 他其实跟那个CFA还挺像 就经常一起做类比 我看了一下内容 其实跟那个SOA考试的重叠度还蛮高的 但是呢就是SOA考的更难一些吧 他就比较重视计算 然后他们呢偏重视概念 感觉呢就FRM CFA呢考的内容更广 然后SOA考的呢更难 就是要理解的更深入一些 他们的那题出的都特别的streetforward 就特别的直接 然后不像精算考试一般都出的特别弯弯绕 之前呢PA有一道题 就是他问你一个什么东西 我看答案说好多人都写错了 他大概意思好 让你评估一下那幅图 很多人都写就比如说那那个图上有没有什么outliers 然后是一个什么趋势之类的 然后没想到他答案居然写的是 是让你看那幅图就是他的那个 比如说就是有没有这个标题呀 然后横纵轴这个就是定义的好不好啊 这类的就是完全没读懂他提什么意思 然后他有时候就是感觉故意 然后要弯弯绕绕你吧 然后就是自己都没把那个题目给描述清楚 反正FRM大概就是一共有四个主题 就四个topic 然后topic一呢大概的内容是 差不多就是ERM什么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主题呢都是就是统计的内容 第三个好像是金融远行品市场的 第四个部分是那个valuation and risk model 我之前不是说过就是FIC呢是需要 就是三门考试加上三个module吗 这个三个module呢好像是有两个 都是跟你选择的方向有关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ERM 然后我觉得这个FRM的第一个部分和第四个部分 其实跟这ERM内容还蛮像的 其实我觉得学什么都不白学 之前就是FAP其实经常要你做一个什么事 就是做那个sensitivity analysis 就是敏感度分析 然后敏感度分析大概就是比如说一个变量 然后呢要你就是去那个做调整 大概就比如说上幅2%5%10% 然后下降同样的幅度 然后看他就是对最后这个结果有什么影响 然后就大概做一个判断就是怎么样 然后这里边的话刚才我刚看的那个内容就是 它里边有解释这个sensitivity analysis是干什么 SOA的那个FAP其实就是是相当于让你应用嘛 这些段时间我在想就是因为SOA考试实在是太难了 就是通过一门非常的费劲 我想这个期间呢应该找一个简单的证书 就跟它的内容类似的 然后顺便呢还有一个目的就是 像那个SOA考试是蛮重视计算的嘛 它其实除了让你计算以外 还会问一些偏概念性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时候就是如果你对那概念不清楚的话 就很难写 而且其实往往就这类题其实是蛮简单 就是比如哪个变量 然后对这个东西的变化有什么影响 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对概念不清楚的话 就会很麻烦 然后我觉得顺便就可以通过这个 复习这门考试 可以把有一些概念给梳理清楚 其实怎么说 如果就没有一个考试这个作为一个压力 然后你就随便去瞎看的话 也没什么学习效率说实话 然后我觉得看这个看这FRM 它内容它就会把那些梳理出来 然后我还那个画了这种思维导图 我之前一直以为就这些都要后座 我看有的人就是先左 先就是把这些就是搞清楚 然后不用特别在乎这些细节 就是让你对一个整体的轮廓有一个概念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挺重要的 因为考试的时候吧 就是时间真的还蛮紧张 然后如果你就是对这个整体框架 不清楚的话 就是很容易就是搞不清楚 它这块到底考察的是哪个地方 我前几天看有一个人讲 就是它是怎么通过FSC考试的 然后里边呢就是说 就是你通过画这种思维导图 就是知道哪块是重点 然后哪块不重要 我当时还在想 这怎么知道的呀 然后现在我突然就是意识到 就比如说就是这种东西 然后在这儿的话 如果这个就是叶子节点 叶子节点就是底下没有再分叉 然后也有了这个地方呢 可能它这块呢还有分支 就是它底下还有别的内容 然后这种的话肯定是一个偏重要的内容 然后像这类的话 就是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一点 然后可能就是你就大家看一眼就知道了 然后但凡是这种就分叉特别多 然后需要好多层的这种一般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 另外就是因为写书的话 你为了让它就是更有逻辑性 然后肯定是就是把它分成好多章嘛 但是呢作为知识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整体 然后这个很有可能这个第几第五章和第八章内容是有联系的 所以画这个图的话就很清晰的可以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然后也能看出来它们之间有什么对比什么区别之类的 这是我前几天做的冷泡咖啡 它的做法真的特别简单 就是用冷水加上咖啡粉 然后让它们融合在一起 要泡时间还蛮长的 大概需要12到18个小时 我用的是这种茶包嘛 我觉得泡的时间要更久 就是大概可能有48个小时 对了最好不要用生水 而是用凉白开或者矿泉水 因为这个就是直接喝的嘛 反正就是泡它再过滤就好 其实好像星巴克卖这种cold brew咖啡都蛮贵的 可能就是需要就是花蛮长时间的吧 但是自己在家做其实还蛮好做的 然后我呢家里也没有咖啡粉 我用的是这个酒店拿了这茶包 因为它有点浮在上面 然后我就找一个勺子压着它 上面再照个东西 然后搁到冰箱里就冷藏 其实我看还有的人呢是他会做一大杯 然后呢就是那个先会发酵两三天 然后之后呢大概一周把它喝完 其实这个特别像超市卖有的那种 就大罐的纯的咖啡 刚开始的时候它就底下的那块 然后会一点点变色 真的还蛮好玩的 今天把驾照办好了 这块还挺不错 它是预约的 我们选那个地方就离我们比较近的 然后那块只有预约 就是没有这种排队办理的 排队的话真的要等很久 可能一天都在那待着了 这块驾照是直接打出来的 我们前几天预约的那个时间呢 就零了要收到短信 说今天呢办不了 它系统呢一会儿登了上去 一会儿登不上去 然后没法打印这个驾照 然后就是办理不了 让你取消 然后重新约一个时间 然后就有的地方 它都是先给你个纸的 然后之后呢 你再等着就是 它会给你寄信寄过来 真的那驾照 这块真的是直接打出来的 还挺方便的 我今天还考了笔试 然后旁边一个人 这块是大概做50道题 要答对11道 如果你前面错的 就是还不够11道的话 就是它就假设你后面全错 然后就提前这考试就结束了 我旁边还有一个人 好像对了25道吧 反正就是没考过 我昨天看Ready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人说 一定要赶在截止日之前得到ASA 还有一个ACIA 当时我来想 ACIA是什么呀 原来是那个加拿大精算师协会 它跟美国这块一样 也是那个分associate和fellow 然后后来我就去了解了一下 那是怎么回事 全球大概有五六个 就是精算协会吧 就是中国也有 然后像美国和加拿大 它俩就属于互认的比例挺高的 然后就是中国的这考试 好像就是SOA 只能抵四门考试吧 反正像美国和加拿大 就基本都是能抵的 对了 就之前有人说 这海外的博主 尤其就是北美这边的吧 如果坐标在加拿大的呢 一般都说自己是北美的 然后呢 如果是坐标在美国 都会说自己是哪个州 或者是哪个城市的 然后继续说那个什么 ASA最后的一个阶段呢 是要参加一个会议 它叫APC 然后那个加拿大的叫什么 CIA 什么professional之类的 然后那个大概呢 就是先学一些什么 规章制度之类的 以前都是线下的 然后现在都是很多 都变成线上了 然后它大概呢 是一个一天的一个活动吧 就是上午呢 是学习下午呢 就分组讨论 大概就是说 这边有什么问题 要怎么解决这种 就是美国加拿大呢 这两边呢 都是有类似的这种课程嘛 然后区别是 就加拿大呢 是就是随便报名就可以 然后呢 美国这块的SOA 它的制度 它是排队 然后邀请制 就是呢 你如果就是多考一门考试 然后排名就靠前 然后他呢 就是按那个顺序来邀请 所以就是你没达到条件之前 是不会被邀请 因为前面好多人嘛 其实我现在我就理解了 之前我看到有的人 他就前面 前面几门考试都没有考过 然后呢 他还就是有这个credit 可能就是因为就是用那个加拿大协会的 这CIA来抵的学分嘛 然后另外呢 就是加拿大的那个呢 是他只认自己的 然后美国呢 是这两天都认 他呢是就是 就是5月份有一次 然后8月9月 9月的时候还是个法语场 然后就5月份已经报满 现在是3月份嘛 然后昨天我看的时候 就8月份那场 本来有12个位子 然后现在 可能我报完以后 现在只剩8个 这有一种托福就是 其实当时考托福的时候 还有人是去什么马来西亚 或泰国去考呢 就是跨境去考 不过现在好在是这种线上的 然后不用亲自去那个地方 反正那个SOA就APC的那个 今年我看他上半年 反正有一些线上 还有一些线下 线下是在芝加哥和在达拉斯 他反正之前在那个 这块就奥兰多迪斯尼搞过 然后反正我记得 好像没有在洛杉矶搞过 他其实在芝加哥还挺平凡的 也可能是因为SOA总部在芝加哥吧 其实好像我当时同学里边 就是那种去什么其他国家的 然后有些真的是因为 想生美国的学校就是生了不满意吧 才退而求其次去什么 就新西兰或加拿大的 其实我是毕业之后才开始准备 就是留学的嘛 我记得当时就是大三的时候吧 然后呢当时呢还有人就是说想留学 觉得就是现在准备太晚了 我当时系里想有啥晚了 然后呢我记得他就是都 就是我研究生的毕业之后 然后看他微博还在关注什么雅思的什么之类的 就是总在关注这些 但是从来没开始行动过 其实这边中国人如果来留学 可能年纪还挺小的 但是如果是也有岁数还挺大的 可能那个就是来移民的嘛 泰国人有的就不论多大都有来读书 有的其实岁数挺大 我觉得之前我们系一个韩国人 他估计比我们都大十岁吧 反正他就是成绩呢不太好 反正他刚生完孩子吧 可能有很多事 但是就是找工作 其实工作经验很丰富嘛 成绩虽然不好 就是就是系主人成天找他 就是说他成绩了你 就复杰了我 他在Supericket店之间 他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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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我的天啊 有天啊 大天啊 我看你 可以 去看你 我看你 我的天啊 如果是 我看你 他做不一下 我我看你 最近特别喜欢用 泽生糖的这个蜜粉 它叫什么 Snow Beauty Brightening Skincare Powder 除了可以白天用 还可以晚上到晚粉用 可以瞬间抹皮 就是显得皮肤特别的细腻 肤质特别的好 日系的这个蜜粉 这细腻程度 真的比欧美的那些品牌 细腻太多了 可惜的就是 这粉泼只能分开放 就是它放不进去 配套的这个包装也挺好看 就把它放进里边 比较省得去给它磨花了